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嗨 你好 我是飛寶寶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Aum December 2月13日練到幾等了呢? 這個遊戲需要課金嗎? 不課金可以玩嗎? 我想這個應該可以花幾分鐘的時間來討論一下 所以做了這支影片 目前我練到82等 把章節拖完了接著開始打美玉的任務 就像是POE的玉圖一樣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前期拓章節的過程中 其實不太需要課金 就可以玩到大部分的遊戲內容 那我拍賣場中拿來交易用的紅寶石呢? 我也是用打來的裝備以及材料去販售 然後再拿來購買需要的裝備 所以不一定要課金才能得到紅寶石 透過交易的拍賣場中也可以獲得 但是我在後期遇到了每個玩家共得的困擾 鋪膜材料的混沌卡片 符咒還有練金術的材料 越來越多了 就是東西太多了放不下 整理起來相當耗時間 當我玩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就會想要刷圖可以更有效率一點 於是我課金買了一個裝備精華的保管箱 然後我也要在這邊非常非常的謝謝我的觀眾 謝謝你們贊助我 讓我體驗了什麼叫課長 然後這個保管箱呢它需要700個鑽石 但是它可以一鍵存放你身上的裝備精華 更方便的是 附模的時候不需要領取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後來因為身上還多了一些鑽石 所以又不得已又花了170塊 再多買了一個煉金術材料的保管箱 這個也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為煉金術材的材料實在是 蠻多也蠻佔位置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捨不得花錢 又想要順暢一點玩遊戲呢 至少至少可以花點 錢錢啦 至少買個保管箱也不錯 但是如果你沒有到很想要一直玩這個遊戲的話 只是純粹想要體驗的話呢 我覺得 就多開兩隻角色吧 就多開兩隻角色 至少有300個位置可以給你放 好啦 這以上就是我對這遊戲課金的看法啦 祝你們玩遊戲愉快 掰掰 不要花太多錢啊